疫情不斷升温 居隔人数不断增加 而确诊者足迹遍布全台各地 离岛的蓝宇现在也传出确诊足迹 而蓝宇乡唯一民间幼儿园停到消息后 经过学校讨论决定22日采预防性停课 我们有一些家长他们也是有经营民宿 或者一些产业的一个部分 所以在我们经过主管讨论之后 我们是决议明天的停课 执行长表示 由于蓝宇医疗量能就不足 经不起疫情在蓝宇爆发出来 尤其是目前儿童尚未施打疫苗情况下 更是高危险群 对于校方的做法 家长也多表示支持 觉得真的要停课 我也这么认为 因为现在疫情那么严峻了 然后又有确诊者有来过 觉得我是诞成停课那一票 来于岛内总共有四所国小及一所难以高中 虽然岛内有确诊者足迹 但国小国中 目前还是以中央停课标准来实施 便在校内大消毒做好防疫措施 至于幼儿园要停课到何时 执行长表示开课日期会是疫情发展再另行公告 并期望政府部门高度重视蓝宇儿童医疗权益问题 原视新闻小朋友在盛台东南语采访报导 整个窄畝 部队